如果說人氣,我覺得他的人氣都算挺高的 而且他其實不是一個近年才出的作者 其實他之前有一部作品是更多人看的 而且已經很多人留意的 就是那個十八歲的野比大雄 那時候我挺記得的就是 其實那時候寫小說的風氣又不算很盛行的 所以張陳這部作品算是在港古台的時候 其中一個挺突出的作品 還有我覺得為什麼這一類的作品 會這麼容易被讀者去接受到或者會留意呢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大家都有一種同一種童年回憶 我想大家都會看那個叮噹 但是永遠你都看叮噹的時候 說的大雄都是一個很小的大雄 其實大家都會有一個幻想到底大不大了會做些什麼呢 或者有什麼事會發生呢 變成這一種可能是容易一些令到大家有一個共鳴 而且大家都會很想知道那個答案 變成這一類的題材呢 都會滿足到很多大家對叮噹有同意回憶的人都會去留意看 當然啦 題材是其中一樣東西最重要的就是 我覺得張陳在寫小說方面 就是他那個想頭 以及他那種去想一些整個故事的構造 以及一些劇情都挺重要的 如果不精彩就這樣告訴你 然後18歲的東西給人家是沒有什麼特別的 平平無奇的話 可能你就不會有興趣看的 那他還要將他的故事裡面的細節可以顯示出來 就會更加令人感興趣 所以其實看回這次張陳的新作品 封鎖維園年宵來一場死亡遊戲 其實大家都不會覺得陌生的 維園年宵是怎樣 他很容易就可以讓大家的讀者 去很容易代入了一個故事 那接著來一場死亡遊戲 其實這些有些災難性的東西 其實在香港很多人都買的 或者是很想去看這些故事 你看到香港感情人的莊眼片 喪屍片很多人會看 就是其中一個原因 當然他不想那件事發生 但如果你有這些類似劇情的作品 其實很多人都會喜歡看 那變成這兩樣東西 亦都會容易一些 去令到那些讀者容易代入到 而且很想知道 如果維園年宵真的有死亡遊戲 那會怎樣經歷的呢 那變成都容易吸納到讀者 就是大家都有共鳴的 而這一類的小說 就跟其他 有時高登國古代 我們見到 多田的小說有些不同 這些就很甜的 但是純粹是靠故事 和那個內容去吸引來 等你去不停地發掘內容 去和作者一起做一個親身經驗 這一類就算是高登另一種 較為成功的例子 所以你會看到 好像張晨他自己的作品 其實都是一些 會容易大家感興趣的作品 包括十八歲的野美大龍亞 和維園年宵 這一類的作品 而且又不需要甜的 酒甜其實靠故事的結構 和精彩性 已經吸引到可讀者 至於你說他有沒有什麼特別的事件 我印象中這位巴達 就個人比較圓滑 即是說他又不會和讀者有什麼衝突 或者和其他作者有什麼磨擦 這個較為少一點的 而且很特別的就是 我見到很多其他作者 有時追一些 讀者追作者的帖 我通常都用鬧的方法 他有些不同 反而我見過 他有時半夜三間出了一些故事 那些讀者會跟他說 喂!很晚的! 你會不會不夠休息 那不如明天你再發帖 今晚早點休息 即是你會看到他的讀者 是有少少疼愛著他 也可能因為這樣 我見他在Facebook裡 都累積了差不多兩萬個粉絲 那算是一個不錯的數字 因為我記得他只是在Facebook 有時發帖 和主要都是在高登上發帖 有可能是因為 我知道他是一個做Marketing的人 有別於我們平時見到那些高登仔 可能窄一點點的 你跟他說兩句話 他都低頭 不想正視你 反而張臣就不是的 即是見到他說話的時候 是滔滔不絕的 因為可能這種性格 和工作關係 他變了可能在包裝故事上面 和包裝自己做一個作者 是較為做得成功一點的 人氣上面 我覺得在高登也挺高的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其實高登的巴打 是挺喜歡一些真人真事的 即是無論是一個真人真事的小說 或者一些真人真事的經歷 就算是一些較為短編一點的 不是長編帶領一本書 其實很多人都會感興趣 因為他覺得真人真事的內容 是講一些真實的事件 一個真實的體會 變成不是一些 添一下不空去想出來 作出來的話 他覺得會比較想知道 那個見事的內容多些 所以在高登裏面 其中一個盛行的寫古方法 就是把自己擺出來 就是講自己 真人真事 但當然 又不是每個人 你說真人真事都這麼吸引 不是每個人的經歷 大家都會很特別 很令到別人感興趣 所以我覺得 邵可正興 他本身 他自己這個作品 是挺特別的 即是將他自己的 我親親經歷寫了出來 而且他的經歷也很精彩 而他過性上 其實我接觸過他 和其他不同的作者 他較為給我特別的 又會印象的 就是他好像一個 一個老 即是本身 他又不算年紀很大 他應該 我估計可能小過我 但他的表現 好像一個老 即是較為爽快一點 那種人 心直口快的 所以 也可能因為這樣 有時候我見到他 和其他作者 都會有少少磨擦 當然 又沒有張飛人 那些那麼嚴重 但是 他是有一種 感言少少的人 至於 他的作品裡面 有《男人不可以容言》 以及現在出《男人不可以容耳》 其實我覺得 為什麼那個作品 特別盛行呢 首先 高登 就是多男性去看的 即是你和一些男性 說回男性的事情 那個共鳴是容易產生的 第二就是 亦都很多 一班人覺得 有少懷才不遇 或者經常都會覺得 書在起跑線 如果我 老爸是李嘉誠 這件事就完全不同了 所以這一種 有少少勵志的作品 其實他們是很喜歡的 尤其是他都很簡單 你看到那本書名 已經是代表了很多巴打的心聲 就是《男人不可以窮》 窮了就不知會怎樣 或者就會不成功 變成了 只是那本書名 其實已經很吸引了 當然再加上他的內容 講他以前怎樣去看這個世界 以及經歷了某些事件 怎樣有些新的看法 即是那種風回路轉的劇情 還要是真事 變成了就更加吸引到一些人給你看 那我覺得他 但是反而有一個想法的就是 變成了 其實有少許局限了他 即是說 其實他這部作品很清楚 現在出賣男人不可以購二 但是可不可以出賣男人 不可以購三、四、五 我覺得是有點困難的 因為講人生經歷 可能他現在已經寫到自己現在 可能他要等多幾年 他才寫回未來幾年的經歷 但是那幾年的經歷 是不是好像之前那樣精彩呢 可能就會有很多變數 所以我覺得 事可正興 就要想一想 除了新生經歷之外 會不會 我相信可能他會 可以自己想一些新的個人描述 或者找身邊的朋友寫一下 其他一些經歷呢 可能一樣精彩的 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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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